党政焦点带您来关心内阁改组 内定名单陆续出炉 总统府已经证实 会由前副总统陈建仁来接棒组阁 各界看好副格魁的位置 前桃园市长郑文灿可望接任 政院秘书长李孟燕留任 前街路市长林又昌接掌内政部 征询作业进行当中 而在正式改组之前 苏院长依旧继续看守内阁 预计等到初六 总统府开完记者会 宣布新内阁人士 苏贞昌院长将会在下周一30号 率全体阁员总辞 新内阁在31号正式上任 初五一大早 前副总统陈建仁坐车开出家门 他前一天才点头答应组阁 至于副格魁各界看好 前桃园市长郑文灿 身段柔软正通人和 是总统和陈建仁共同主义的人选 政院秘书长李孟燕 站定留任以稳定政局 我想这个都还只是爆派 谢谢大家的关心 前基隆市长林又昌 有着地方优质治理经验 渴望接掌天下第一大部 内政部 交通部长王国才 预计也能留任 至于防疫五月天之一的 内政部市长陈宗燕 转任政院发言人 加强对外沟通 依照林又昌市长八年的 基隆市长的经验 而且让基隆做了大改变 相信他绝对可以胜任 这样的一个职务 我们也希望借着他的经验 把整个台湾的内政做得更好 去年九合一大选代表 绿营参选新北市长的林家龙 初五上午也进总统官体 他有过台中市长和交通部长经历 被蔡总统征询 希望他能接任总统府秘书长一职 协助处理社内和对外事务 至此新人内阁逐渐成行 掌戈亏大权后的陈建仁 是否将成为赖清德 总统之路上的假想敌 胡总统 陈建仁会不会是挑战的对手 祝他们他上来认真做 在业党会严格监督 三个月后再看成绩怎么样 征询作业如火如荼进行中 蔡总统27号就要亲自开记者会 宣布新人是启动改组 苏院长也预计留守到30号 帅全体阁员总辞 31号新内阁就将走马上任 记者林晨晨 达小米 欢迎来台北报道